好了,博逆論,今天我們講一講一個在中環幾特別的話題 因為就由上兩個星期開始一路傳出來 現在究竟是否叫越傳越烈呢? 我又不敢這麼說,因為確實很多不同的持份者 或者中環的口行友,他們的說法都不同的 就是這個李小嘉就提早離任,就做這個顧問 有些人就順藤摸瓜去推演,就說他會不會從政 做特首,但從政我就不反對,但做特首就很可能 和你賭過,五百元就可以了,我們經常賭白頭片 李小嘉,從政就不太敢包,但作為一個普通話的人 從政就比較難一點,但問題就是他做特首的機會 好像是陶傑說的,我忘記了,只是說陶傑有放風 李小嘉這個人,因為我對他的好感不大 因為在他住宅內的時候,交易所不是做得特別好 所以我對他好感不大 有些人說他上市的金額很高 但在其他方面其實就不太敢 所以情況就是一般,對於生意,做生意 所有的事情,他真的是一般 但問題就是李小嘉這個人,你說他會不會做特首 反而有興趣一點,因為裡面才是特首的狀況 好,就我對於這幾屆特首的一個安排 特首必然是一個黑馬來的 如果他今天去說他做特首,他必然就不是一個特首 即是梁振英、林鄭月娥都是後上的 從來都是的,我再講久一點,之前過世的羅德成 大家都最初說他會出來選 後來其實看回很多資料 其實他最後都是找一個代理人,李福善出來選 董建華也是後上的 到最後,阿爺必然是把特首保護得很好的 所以在今天去錄 那個人,我想特首是要到明年九月之後 他才會開始鋪圖 才會開始做世 不過我有一個自己的記憶 我覺得挺特別的,就是關於李小嘉 他的父母其實就不是在香港生活的 是在內地生活的 就是在一些設備很完善的護腦中心那裏生活 也都生活得非常好 這個其實我當時,我印象中 我也是超過一年前看這宗新聞 我當時就會想 其實如果以李小嘉的那個身家資產 他絕對有能力給他的父母 在香港有一個好的生活 為何要將他的父母安排在內地生活呢 這是我第一個 當時我… 有點違反人論 我想不通的地方 我不敢這樣說 為何我會覺得有小問題 就是我不是說內地的生活質素不好 我不是說他的醫療質素不好 我只不過是覺得你想去探望他 如果李小嘉本身在這個交易廣場上班的話 其實他一次北上都三、四個小時 照道理 你如果想多見一些至親的 就沒有理由每次都要花那麼長的時間 我都這樣說 當時我是這樣想 現在他花了下來沒有 我不知道 住內地就沒有問題 但如果住內地應該有間豪宅 然後有幾個工人在照顧住 那就沒有問題 如果你說養老的地方 我就覺得比較奇怪 但我希望沒有檢查過這件事 所以不太肯定 但如果你叫我說的話 我會這樣回答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當時就會想 其實這個 會不會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他要讓人知道呢 因為 確實 你令壽堂令尊庸在哪裏住 我都不知道 但為什麼他當時會有這則新聞 會被傳媒報導出來 我就已經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整件事 很奇怪 只有這麼有錢的人 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但問題是 因為這個要爬梳整理 好像我當日爬梳整理梁振英的歷史 才能慢慢梳理出來 所以我不予置評這件事 對於李兆佳這個人 我知道 因為我的認識就是他做港交所 整件事就是 你說得對 就是他整件事 對於很多事情 他都是 譬如說 很有利於整個市場 亦不是走得很有利於從業員 其實另外有一件事 我又是很深刻印象 令我對李兆佳這個人 一些看法 都有一些影響 就是什麼呢 你記不記得當日 英國交易所的 抗議 抗議 他就故意去了英國那方面 去談這件事 其實當時的社會氣氛已經不好 或者可以說 外國對於香港的一些投資 都有一些戒心 你說當時他是不是其實 覺得自己一定會搞得到這件事 如果我以一個局外人來計 我都覺得應該照計都不行 因為之前其實大家都會開始 對中國的對外投資 或者香港的對外投資 都會有些戒心的時候 為什麼他會自己這麼信心 悶悶過去 還有最後那個結果又真的 就是搞不定之餘 還被對家 可以說得說 就有一點點落了面 就說明 就不會接受這個交易 這樣 其實這個對於他自己來講 應該都不會是一個 裸分的一個表現 應該這麼說 他不行是比較好的 他如果可以的話 你買一個這樣的事業 結果會被人玩死 等於中國如果買了匯府銀行 你想一下匯府銀行 你位置在英國 人家就是浴隨針盤上 美國買了匯府銀行 就行 因為你是富庸國 被你的官僚玩死了 到最後你家公司知道 他買不到 我覺得在我來講 除了你名字買不到 偷跳買一些 做宣傳之外 是有百學嫌會一理的 但是這樣 後來我又試試逆向思維去想一下 其實會不會李小嘉 給我們更聰明 更高智商 就是他想告訴全世界 其實他就算一件 mission impossible 他都會盡全力去做 這個是mission stupid 因為那件事你買了 你會更壞 你買了那個家鎖 他 但是壞又未必要去他手 可能他都 好像現在這樣看 如果他買了的話 其實連人他都 已經拜拜 你除非這樣 但問題是整件事 是很 stupid 的事情 就是說 你會被人玩死 人家如果買了 之後人家再開四個家鎖 你真的吹下去 再往那裡牆 你那件事 你那件事你買了 exclusive right 但是那件事你控制不到 如果七個家鎖 你買其中一個 沒有所謂大家 混戰 這件事我又不太同意你的說法 因為為什麼 你說交易所合併 譬如以前香港的四會合併 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說一會變四會 不是一會變四會 而是你沒有 你說多開幾個爐頭出來 他可以再批多幾個牌 就好像澳門賭場那樣 你吹他不再拼 他不再拼 因為問題是你的路頭不是你的 如果你本身 都說你是美國 你控制了英國 那是富翁國 你無所謂的 你搞定不到政治 他怎樣玩你都可以 如果你買了香港 如果收購了匯富銀行 香港和倫敦的匯富銀行 他怎樣玩死你都可以 因為他本身 你不是他的人 然後你就在他那個 在這個 domain那裡 去經營 正如你匯富銀行 一去到美國 你就有餘肉 你用那麽多錢買 你不是自己 你不是自己 做幾十億的生意 他不會理你 你做一個 有專利權的生意 而你是外國人 做一個有專利權的生意 你怎樣玩都玩殘 後果很嚴重 本身這件事 就是所有對你小家 這個人的智力 你非常懷疑 就是你做出一個這麽蠢的事 在政治上是非常蠢 而你是一個大陸人 你不應該在政治上這麽蠢 你香港人你還可以這麽天真 天真嬌那麽天真法 這個是無法天真的 我對你的說法有很大的保留 不過這樣 正正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才有得爭論一下 下一次再和大家談過 我會說 下一次